大家好,我是四季萌芽 本期要介绍的角色是奇墓卡卡西 其实之前我已经做过两期卡卡西的视频 但只介绍他的实力与战斗缺少了一个重要东西 那就是灵魂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 魂里塑造丰满的角色 打斗经历很惨 有时候我们看名人嘴顿敌人 就像在看B惨大赛 那么卡卡西的经历惨吗 可以说是非常惨啊 自小覆墓双亡 父亲还是被逼自杀 成为忍者后 最重要的两个同伴死在他的面前 连师父和师母都壮烈牺牲 可以说只要是与他关系好的 除了凯全都死了 比惨他谁都不输 但我们所看到的卡卡西 平时拿着本小黄书悠哉悠哉 对待学生和周围的人 都是一副温和无害的样子 除了战斗中透露出了一丝沙法果决 再能看出他身上的阴暗面 不足以长门带土这些怨念极颗体相比 就是比起名人 他都显得更加阳光 毕竟名人还时不时的吼着 你不懂忍住你的痛苦之类的呢 那么到底是怎样的经历 让卡卡西能够如此内敛呢 本期就根据卡卡西少年时期 和暗部时期的故事 来讲述他的内心世界 是怎样形成的 卡卡西的内心经历了 五次重大转折 第一次是父亲的自杀 卡卡西的父亲名叫奇木硕帽 以木野白牙的称号文明人介 虽然剧中没有给出他的战斗画面 但折之书描述为 功力更是三人的天才忍者 由这样一位实力超群的父亲 吃了卡卡西生来便带着一股傲气 不过通过卡卡西与凯 第一次相遇之的情景可以看出 这个指示了他虽然高傲 但还谈不上冷漠 面对入学考试落榜的凯 卡卡西在父亲的建议下 主动与他打超虎 从此和这个热血过头的少年 接下了不解之缘 两人既是伙伴也是竞争对手 在互相切磋中健康成长 直到奇木书帽为了营救同伴 放弃了正在执行的重要任务 就违背了忍者的原则 导致村子遭受重大损失 事后村里人都在指责他 甚至连被他救回的同伴也重伤他 身心俱疲中 数毛选择自杀 这让卡卡西的性格和人生观 发生了转变 果他并没有击肯村里人 而是把父亲的经历作为教训 持续遵守命令的规则 拎立下来忍者 即便是牺牲同伴 也要完成任务的信条 此时卡卡西 有了这个年龄不甘有的冷酷 不过他还只是个 一个心智尚未成熟的少年 虽然想要变成一个无情的忍者 但心底还潜藏着温柔 第二次重大转变 是戴土的牺牲 从人生学校毕业后 卡卡西进入了波峰水门拜领的小队 为了逗逼的戴土 问人了灵 还有中二的 不对 关心他们的水门老师 卡卡西的内心也渐渐融化 凭借出众的天赋与实力 卡卡西数年间便成为了上任 但他带队执行的第一个任务 就给了他巨大的冲击 没错 就是神无皮桥智掌 任务过程中 同伴的灵被敌过忍者劫走 戴土主张立刻营救灵 而卡卡西主张优选王城任务 他认为了临时医疗忍者 设置掉上任的资源 同时来说不会有生命危险 而任务紧迫 灵人随时可能发现他们的目的 回防神无皮桥 一旦为了营救灵 导致任务失败 战争又将延长 更多无辜的人会因此死去 而戴土说 这些完全都是你自己的假设 任务可以放放 解救险无危险的灵 才是迫在眉睫 其实卡卡西说出了 他兼职的信条 忍者即便是牺牲同伴 也要完成任务 这就是规则 而戴土说出了 剧中最经典的一句名言 的确 在忍者世界里 违反规则的家伙 会被辞为废物 但是不懂得珍惜同伴的家伙 连废物都不如 我认为你的父亲 木叶白牙 是真正的英雄 说完扭头就走 这些话振醒了卡卡西 一直以来他认为 父亲是做了错事 在悔恨中自杀 直到此刻 灵被敌人抓走 戴土一个人跑去营救 但自己遭遇同样的状况时 他才意识到 父亲做的可能是对的 因为此刻 他也要这么做 可惜 虽然打倒了敌人 救出了灵 但由于没有及时补当 敌人趁机使用土盾 把他们埋在了共窟里 戴土不幸被巨石砸中 最后时刻 他把自己刚开的一只血能眼 送给了卡卡西 我就要死了 等会成为你的眼睛 为你看清未来 同时 这只眼睛也在提醒着卡卡西 别这样的同伴被杀害 可是接下来一次打击 让他再次显入阴影 他第三次撞着 是灵的死 战争末期 灵被物影村奴走 被破成为了三伟人朱利 尽管卡卡西 依靠通力人权的追踪能力 将他救了出来 但这也是敌人计划的一环 打算等他们回到牧野村后 让灵体内的三伟抱走 一举进攻牧野 当他们即将越过边境时 灵突然意识到敌人的计划 可他没有其他办法阻止 只能通过自杀的方式 与体内的尾声分离 于是当卡卡西与敌人战斗时 他扑向了卡卡西和雷切 实际上这个事件 是与主播般一手策划的 灵的心脏上被帮施加 共同符咒 无法自行咬断 只能借卡卡西之手自杀 灵蛇及了生命保护了村子 但卡卡西并不知道这些 他只知道是自己亲手杀死了灵 这次挫折几乎击垮了卡卡西 战争结束后 卡卡西整个人都散发着 冰冷的戏气 只能于千里之外 对敌人更是无情 从来不得活口 可是不想再因为 没有及时捕刀 导致同伴牺牲 他常常回走噩梦 梦到零死去的场景 他想洗掉手上不存在的血 却洗不掉 他开始看书 书名该怎样死去 他虽然活着 但心似乎已经随着 带徒和零一同死去 此时水门接任的第四代火影 他把生活可恋的卡卡西 掉入了自己知数的暗部 希望他能忘掉心里的伤痛 可惜没过多久 水门也死在了酒鬼之乱中 而卡卡西的第四次转变 就是他在暗部的经历 在这里 他遇到了两个 对他产生较大影响的人 分别是天葬和鱼之波幼 天葬就后来 曾当第七班代理班长的 木顿忍者大和 卡卡西刚刚遇到他的时候 他还隶属于团战手下的根 代号为甲 由于根组织 唯命侍从的观念 此时的甲和当年的卡卡西很像 奉起了任务至善的原则 这个刺杀行动卡卡西是执行的 因为就是他 把三代的行程 泄露给了团战 转头又把团战 要刺杀他的计划 告诉了三代 抓住甲后 卡卡西直接放走了他 因为对方也是木页的忍者 只是在执行根组织的任务 他不想因为任务 杀死统统的同伴 甲也因为卡卡西的做法 受到了一些触动 后来大师王叛逃木页 卡卡西前往追击 途中又遇到了甲 这次他们不在刀兵相像 而是各自背负了 按部和跟的任务 于是他们进行合作 并结合了友谊 甲还得到了自己的名字 天葬 后来团战想要夺取 卡卡西的悬的眼 也是命令天葬 在任务中刺杀卡卡西 但卡卡西为天葬 一同调查大师王的 一出秘密实验事实 天葬突然一刀 砍向卡卡西 卡卡西正经地问他 为什么要杀我 我们不是同伴吗 天葬回答 这是任务 对于忍者而言 任务是绝对的 你当年为什么杀死林 难道不也是为了任务吗 天葬的发问 只记卡卡西的痛处 于是卡卡西正视对方 也正视自己 做出了回答 我确实为了任务 处置过很多牧业判人 但我从来没有伤害过同伴 更没有想过要杀林 我只是 没有能力保护好他 如果任务要求杀死同伴 那么任务就错的 放弃这种任务吧 天葬被卡卡西做港话 真的放弃了死杀 也是因此 他将要命令团战的严酷处罚 卡卡西立刻找了三代混音 请他出面救出天葬 而三代率领暗部 包围了根组织 迫使团葬放人 那么他调入了 暗部卡卡西的小队 这次 卡卡西终于保住了同伴 还剁了一个会用目盾的小跟班 他内心终于恢复了一时升级 当与直播佑加入暗部时 卡卡西已经没那么冰冷了 他对佑可以说是非常照顾的 还挺还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他的思想 卡卡西与佑很快接到一个任务 内容是暗中监视 木野与林国的一次外交活动 如果林国心怀不轨 就将他们全部歼灭 任务过程中 林国忍者突然背叛 对木野使团进行了袭击 卡卡西一招土牛臂救下了他们 佑问他 听说你为了完成任务 连同伴都杀 前台次是救这一人 并不是任务目标 为什么要救 卡卡西回答 我绝不会让同伴被杀 你又将这信念和这只血能眼 一起托付给了我 此时的佑正家在村子与家族间 左右为难 看到卡卡西似乎是一个高人 于是佑从侧面向他请教 你不是宇直播的族人 却运用于直播的血能眼 你认为自己究竟是哪一边的忍者 卡卡西回答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这只眼睛是朋友托付给我的 一直在提醒着我 不要让同伴被杀害 佑又问到 朋友的意愿是不是非回应不可 卡卡西回答 我个人认为是的 又想到同样托付给自己血能眼的直水 直水曾拜托他 保护好村子 还有于直播的名号 于是又回应了直水的托付 保护过村子 也没有让于直播的名号受损 这样看来 卡卡西的话 可以说是促成了又的选择 只是又面临的选择 远非任务与同伴这么单纯 此时的卡卡西已经比较接近现代人格了 直刹从失去待途和灵的阴影中彻底走出来 卡卡西的最后一次转变 是遇到自己的学生们 不年之后 卡卡西终于离开了暗部 但仍然如同冰山不尽人情 因为他还没有走出阴影 不敢有新的同伴 孤独成为了他远离痛苦的保护伞 也成为了他与别人之间的隔离墙 于是三代火影任命他为当当上任 负责培养学生 也就是当年他的老师扑风水门做过事 卡卡西当年参加水门班的选拔时 是一个眼里只有任务 不在乎团队的人 虽然当时他与戴特和灵 达成合作 共同强调了灵帮 但他知道 其实自己只是为了完成任务 利用了他们 而水门老师并没有发现这一点 如果当时水门老师看出自己 缺乏团队素养 不让他成为忍者 可能之后就不会有这么多不幸的事情发生 所以这次 卡卡西选拔自己的学生格外慎重 一旦发现他们欠缺为同伴着想的精神 就直接淘汰 当时的忍者教育 虽然比战争时期温和一点 但总体来说还是任务至上 因此几年下来 卡卡西班还没有一个人通过 直到他等到主角们 宣估名人 宇直播佐助 春眼英 可以说前两位与卡卡西有着很深的渊源 名人是他的老师 波风水门的遗孤 和戴徒一样 有着成为火影的梦想 佐助是宇直播家族 唯一的幸存者 又有着弟弟 另外和戴徒相同的眼睛 而他们和自己小时候一样 都是孤儿 恐怕当卡卡西看到这份名单的时候 就知道 缘 妙无可言 恰逢三代火影告诉他 其实当年水门在选拔你们的时候 已经注意到了 你是一个独断专心的人 可是他相信你 很快就会领带同伴的重要 卡卡西这才知道 原来水门老师早已察觉自己那肤浅的战术 可即便如此 他一样相信我会醒悟 这可能就是水门温柔的原因 也正是卡卡西所缺少的 相信别人的力量 虽然卡卡西早已不是是规则于一切的人 难道一直活在失去戴徒和灵的阴影中 不敢相信别人 也不敢相信自己能够再次保护好同伴 严格遵循自己定想的规则 不敢打破 于是当演习中 佐助和小鹰违反规则 上次为名人喝饭的时候 卡卡西终于被治愈了 戴徒 看见了吗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你和灵 但即使这样 我还是想和新同伴一起向前迈进 名人 佐助 小鹰 我相信你们 以及戴徒 灵 我向你们发誓 绝不再让自己相亲的同伴死去 于是卡卡西像他老是水门一样 以一个温暖人心的形象出场了 看到名人家里的食物过期了 他会特意送具新鲜蔬菜 知道小鹰可能会为了同伴 勉强自己参加中文考试 有时体贴地对他们说 自愿报名 但自己被在部长的水牢困住时 他第一句话就是 你们赶紧跑 佐助就更不用说了 先是因为大蛇王的咒影费尽心力 然后又把绝招千鸟传入在了他 当佐助与幼再次相遇 而开导他 佐助判断的对他后者 闭嘴 不要一封什么都知道样子 要是现在就把你最珍惜的人杀掉 会怎么样 卡卡西笑咪咪的一句 很不巧 我最珍惜的人全都被杀了 自嘲中投入者 难以擦在心底的计料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喜欢的观众记得关注我 同时还望投币收藏点赞三连 收藏过千 up主要更新速度会获得巨幅提升 而视频的图文版 也会在我的公众号中发布 大家不妨关注一下 我的公众号和微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